好 請看一下喔 下一個方法我們介紹的是分組 那分組的話是屬於第二個方法 剛才我們說的嘛 我們說如果有供應式要提供應式對不對 所以如果沒有供應式的話呢 我們就要分組 好 我們看這個地方 分組的看這邊喔 請看一下這裡 怎麼分 第一個我們看這裡 好 我們舉個例子喔 譬如說x2四方加x加pa加b 好 請問你有沒有供應式可以提 他總共幾項啊 四項 有一樣的嗎 沒有喔 你說老師都有x 不好意思喔 x只有前三項而已 第四項沒有x 啊 如果你說b的話呢 只有前兩項 所以你要分組 好 那我先說一下喔 80%的題目呢 分組的話很簡單 就是平均分配 什麼意思 平均分配總共有幾項 四項 所以你分的話呢 一定分成22 好 那現在問題怎麼分呢 注意聽喔 記住一件事情喔 旁邊寫上去 分組的目的是為了幹嘛 好 插上去 好 插上去 分組的目的 很搞笑 就是為了要提供應式 就是為了要進行步驟一樣 喔 我講一遍 你分組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提供應式 好 那既然為了要提供應式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要把一樣的東西擺在一起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看這個題目來講 你看這邊 x2次方加x加bx加b 你覺得你會怎麼分 肯定會把後面兩個放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兩個都有b 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把三次放在一起 然後12呢擺在一起 好 讓我們看一下 前兩個都有誰 x 所以我把它提出來 變成了x成這樣 x加1 就這裡啊 有看到了齁 然後後面兩個的話呢 bx加b兩個都有誰 b 然後你把b提出來 所以兩個都有誰 也是x加1 所以你看到沒 分組的目的就是為了幹嘛 提供應式 再提供應式 那是答案 聽懂嗎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齁 那請問你 分組的方法哪些 來 旁邊也把它抄一下 分組的方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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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兩個 有兩個 第一個 看位置數 像這邊有沒有 x2四方加x加b 兩個都有b對不對 你就把一樣的擺在一起 對 所以看位置數 然後另外一種呢 位置數看不出來 那看什麼 看係數 比如說像這個例子 x2四方加2x加x加2 你告訴我沒什麼分 你看這邊 這個 1分1分 這裡的係數不是 1 2 1 2嗎 所以你當然可以選擇 老師我可以選擇 1 3跟2 4 可以啊 你也可以1 2 3 4 我先說兩個答案都會一樣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看你怎麼去分的 會不會 就像這邊 你看這裡 2 3 4 6 你告訴我你有什麼分組 一定是2 3 4 6對不對 或者是 1 3 2 4 絕對不可能是誰 1 4 2 3 為什麼 因為1 4的話是2跟6哦 3跟4的話 那個比例根本就不對嘛 聽懂我講什麼嗎 我說你分組的時候要看係數 那個比例要大家都一樣 會不會 好 所以我們看第一個例子 你就像這邊有沒有 x2四方加2x加x加2 好我們選擇的是 前面兩個一組 後面兩個一組 好所以請問你兩個都有誰 這邊x加2 x加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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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兩個都一樣的東西 有 又有提出x加2 x加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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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個共同1 x加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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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選擇是一二一組三四一組 來2x2四方-3x2都有誰 x 所以後面剩下是2x-3 然後我教你一個經驗法則 看這邊 當你前面寫2x-3的時候 代表後面你應該要誰 你知道嗎 2x-3 如果沒有那就兩種可能 第一個你配錯了 第二個代表裡面數字你還在提出來 想辦法它變成2x-3 聽懂嗎 這句話還算簡單 因為4跟6兩個都有2 看到了嗎 所以就要二題的題出來答案已經出來了 會啦 好 比較難的是像第三題這列題目打一顆星 這個稍微難一點 你告訴我它總共有幾項 3項 1 2 3 來3項怎麼分 老師我會喔 1.5 1.5 1.5切給我看 我也切不出來對不對 好 所以如果是3項的話呢 有兩個方法 方法一是把它盛開 重新組合 那你這題的話不需要 你可以把會不會兩個合在一起 請問你這兩個都有誰 負荷 所以基本上負荷提出來 變成是x加1的2次方 負荷提出來剩什麼 是不是剩下x加1 有看到嗎 就跟這個完全一模一樣對不對 好請問你 這兩項有沒有看到 兩項 有沒有一樣東西 有x加1提出來 所以剩什麼 剩下是x加1-2 然後再合避這答案 這樣會嗎 可以嗎 可以啦 好 這個你看一下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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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